Juan Jose有着很多不同的点子 通过一个个节使用制作花边的技术 从而做出窗帘、灯饰 这就是Juan Jose现在的经济来源 在40年间曾是他的工作 一位资深网易手工业者 因为当地渔业活动的衰退 他失去了工作 在两年的失业状态后 他决定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是怎么开始呢 于是他想到了自己擅长的技艺 用线绳来编织一些手工品 妻子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他还利用网络来销售他的产品 比如Facebook和个人博客 在他参加一个镇上的电脑信息课程之前 他是完完全全不会使用的 甚至不会开机 在维尔瓦创业已经展露头角 一些酒店 比如这一家四星酒店 非常满意他的作品 这是一个手工业者的创业之路 更是他的梦想 是一家三星酒店 有一家三星酒店 没人家 这家五星酒店 就是一家三星酒店